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孩子大人都非常喜欢吃的油饼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小油饼热吃酥脆,凉吃柔软,非常的劲道 颜色也是惊慌诱人,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先在大碗里倒入开水 开水大约是120毫升,普通面粉300克,3克盐 再倒入100毫升的凉水 这样冷热交替,烙出来的饼才会柔软,凉了也不硬 这个水一定要给足 没有干面粉的时候,来一点熟油 熟油可以缓解这个粘手 而且可以让饼子更加的油润不硬 面团揉光滑以后,移到案板上 下成六个面剂以后,将每一个面剂给它搓圆 盖上保鲜膜 饧面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葱叶 我们山东的大葱就是这么豪横 盐 五香粉 热油 趁热加入一勺面粉 这样五香葱花油酥就好了 放一旁备用 饭好的面团 用擀面杖擀开 然后用刀这样上下左右的给它这样切上几刀 剩下的一块大葱花油 剩下的一块大葱都不用切了 再涂抹上葱花油酥 再涂抹上葱花油酥 然后给它折叠起来 然后给它折叠起来 剩下这块大的 然后直接给它包裹起来 全部改完 包完以后 从第一个开始继续擀开 锅里多放些油 油温四成热 下入葱花饼 大约过个十秒左右 它就漂浮起来了 而且有这种鼓泡泡的现象 用筷子轻轻的敲打 能加快它吐泡泡的速度 再把饼子全部鼓起来 我们给它进行翻面 然后再涂抹上葱花饼 炸至两面金黄 控油出锅 锅里油温五成热 可以看到饼子漂浮的特别快 大约炸个十来秒就已经鼓起来起泡了 用筷子戳一戳 能感到饼皮非常的软和 直接翻面 给它炸至两面金黄 一个饼子从进锅到出锅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 这样我们超级省事的油饼就全部出锅了 五六分钟的时间就能做五六张 非常的省时省力 油炸出来的油饼 它的时间控制的非常短 所以保留了油饼里面大部分的水分 所以吃起来超级的软和 这是出锅一段时间的了 是非常柔软的一个状态 撕开以后浓浓的葱香味就扑鼻而来了 看里面的小薄层非常的明显 就是直接可以一层一层撕着吃的那一种超级的解馋 这个是最后一个出锅的 这个吃起来就超级的脆 放一会儿之后 这个也会变得很软和 层次也非常丰富 肉眼可见的小薄层强烈推荐 当然了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油炸的 感觉吃起来比较腻的话 可以选择用锅烙 这个是烙出来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撕开看一下 烙出来的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腻 相对来说 这个吃起来就比较清口一些 油炸的吃起来就超级的香 比油条什么的还要香 两种方法都可以尝试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